念千遍大悲咒,鬼屋便清静 发布时间,2018年12月21日 我岳父母家,乡下有一间透天房 门前面有一条小水沟 几年前,有通灵的亲友说 那水沟以前是河流 河流以前淹死过人 死掉的那人,因为没有后世子孙祭拜 所以一直在当地作乱 我亲友说,那位好兄弟是清面 据说,清面很凶,也很难处理 去年,亲友说 那里每过一个月左右就会出事 我当时也只是听听而已 没当一回事 实际上我也做不了什么事 后来,刚好有事回去那里 真的就那么巧,有人往生了 后来陆陆续续有不少人都走了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刚好碰巧 我岳父爱打电脑 电脑旁有一个铁架 我那亲友三年前说那位好朋友 一直就蹲在铁架那里 我当时不太相信 直到去年岳父往生后 在整理他的遗物时 我老婆意外发现 那铁架有左右两边 其中左边完好无损 但右边却严重生锈 右边就是那位亲友讲的好兄弟躲的地方 因为铁架是在室内 旁边也没有任何水源 怎么会只修一边呢 我们心里毛毛的 觉得或许亲友说的是真的 因为那位亲友有类似阴阳眼 能看到另一世界的东西 去年和前年他都说 那间屋子三四楼有非常多的东西 他有说过会择日去处理 但也表示过轻面无法处理 据说是游荡超过上百年 又无后人祭拜才变成了轻面 所以无法处理 后来我得知 那位亲友把一二楼的往楼上 赶到三四楼 我猜可能是无法超度 只能用赶的 重点来了 因为我会念经 之前曾想去看念经是否能够超度 但亲友叫我不要去说 怕我念了众生得到利益 就更不愿意走了 事实上我是隔很久才回去一次的 也不是说念就念的 加上亲友又是这样说 于是就一直这样拖下去了 时间一直拖到2018年农历新年期间 因为是长假 我老婆带小孩回去住二楼 然后都特别交代三楼不能上去 但我个性就是不一样 想要上去试试 我指的是并不是去说挑战有没有东西存在 我想的是网络上 那么多人有亲身经历 就是念佛 屋子会变吉祥 或者是念大悲咒一千次 可以超度之类的 这中间过程 说来是有点长 我简单的说明 我晚上就上三楼禁地 去念大悲咒一百零八次 大概加总十天左右 但不是连续每天念 因为我有事就得先回北部 有空时就去念 我在三楼两间房间 一间房间里放一台播放器 24小时播地藏经 另一间24小时用念佛机放佛号 整个新年期间就做这些事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奇怪的现象 例如晚上我在念大悲咒时 会有开门的声音 我心里当然是吓死了 但一边心里又要相信佛菩萨保佑 所以就硬着头皮念下去 我隔天心里有想 不要再有开门声了 结果之后真的没有什么开门声了 因为过年期间 白天经常很忙的缘故 我经常是在半夜12点 到早上3点念大悲咒 大家想想就知道有多可怕了 这也算是一种对信念的考验吧 第一天念完后 回到二楼睡觉 在半夜 看到有人行从三楼下到二楼 来压我床 我赶紧念大悲咒 但使不上力 然后再念心经 再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后来那人行就消失了 隔天 我有跟老婆和岳母说过这件事情 隔天 我照常晚上去三楼念大悲咒 念完后 我就直接放睡袋 我就是要睡在三楼 睡到半夜 我感觉到有种被吵醒 就是不给我睡在这里的感觉 但这次就不是压床了 因为半夜很累 所以只好把睡袋拿回二楼睡 除了前两天有些事以外 后面就比较平静了 后来总算完成了一千次大悲咒的任务 为什么我说是一千次呢 因为我记得我有印象 在哪看到说 念一千次大悲咒 可以超度一切难以超度的众生 完成任务后 我觉得三楼变得比较干净了 其实我只是心里这样希望 实际上我也无法确定 我在白天 又跟岳母这样说 因为年假结束 我得回去工作 当我走前 地藏经和念佛基都一直24小时播放 三月底左右 我岳母说她有请亲友去看 那位亲友说 全部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岳母再去当地马祖庙去问 庙里说派神去看 也说什么都没有 至此终于可以相信 大悲咒地藏经 念阿弥陀佛 真的可以超度亡灵 因为我没有经验 所以就照大家讲的 照做念咒 念经念佛都做了 有人说晚上念地藏经 会引来坏东西 其实都不对 反而念经可能能帮助他们 可以结善缘 未来还变成三保护法 随喜功德 是谁 有请不吝点到 有请不吝点 我能帮助他们 也好 什么 就是 我能帮助他们 不吝点 并我 后悔 感谢观看